在时光的印记里 我们不曾相遇 可每当一种声音响起 总会带出刻骨铭心的回忆 然后以声音的名义 记下当时的点滴 这里是岁月柳顺鸡 每到夜深人静 或者是独自一人 坐在窗前的时候 习惯性地想象着 书本里面说的 那些人的历史和故事 最近很多人一直在聊起 民国的话题 除了民国文化和民国时尚的 复古潮流 涌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之外 对于民国里面 几位非常美丽的才女 她们的个人生平故事 有很多人想要去了解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讲到了林慧英的初恋 还有她前妻和丈夫 梁思成之间的一些经历 今天呢 我们继续走进 林慧英的生活 来看看她和梁思成 婚后的生活轨迹 以及他们定居北京之后 对当时的文坛 还有文人的一些影响 继续开启 岁月留生机 1928年8月 梁思成 林慧英 从欧洲考察建筑回国 家里头为他们准备了新房 就是当时梁启超 在北京的东44条 北沟盐胡同的住宅 也就是今天 北沟盐胡同23号 可这对新婚的小夫妻 在这个地方住了不长时间 就启程赶赴到 沈阳东北大学任教 当他们从沈阳回来之后 全家人都搬到了 地安门内米兰库2号居住 当时米兰库胡同一带 也住着大批的 清华北大等学校的教授 学者 比如 陈元 傅思年 都住在米兰库胡同1号 胡适住在4号等等 后来呢 梁林两个人觉得 米兰库胡同 住宅过于狭窄 又搬到了 北总部胡同3号 和米兰库胡同相比 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 宽敞明亮 安静舒适 院子四边呢 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 灰瓦铺成的屋顶 房屋之间 铺砖的走廊 也是灰瓦顶子 面向院子的一边 都是宽阔的门窗 相见着 精心设计的窗帘 梁思成的女儿 梁在冰 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家 这所房子 有两个虽然不大 却很可爱的院子 我记得小时候 妈妈常常拉着我的手 在背面的院子当中 躲步 院子里有两棵 高大的马樱花树 和开白花或者紫花的 几棵丁香树 客厅的窗户朝南 窗台不高 有中式窗帘的玻璃窗 让冬天的太阳 可以照射到 房屋里很深的地方 妈妈喜爱的窗前 梅花 泥塑的小动物 沙发和墙上的字画 都沐浴在阳光中 柔软的格调 在某个浅泉的角落里躲着 那手持书卷的来客 不曾落座 却早已 温柔了 落寞 岁月留生机 鸣鼓名媛的 华丽 与苍凉 自从搬到北总部胡同三号的四合院之后 梁思成林徽英夫妇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 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当时的学者和文化界的精英畏惧而来 这其中就包括了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英 此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 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月玲 另外还有政治学家张希若 哲学家邓书存 经济学家陈怠孙 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生 物理学专家周培元 社会学家陶梦和 考古学家李济 文化领袖胡适 美学家朱光潜 作家沈从文 肖钱等 这些学者和文化精英 常常会在星期六下午 陆陆续续地来到梁家 平民谈天 作论天下事 每逢朋友相聚 风华绝代 财情横溢的林徽英 总是思维敏捷 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 具有超人的亲和力 和调动个人情绪的本领 让众学者 谈论的话题 既有思想深度 又有社会广度 既有学术理论高度 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可谓谈古论经 阶层学问 没过多少时间 梁家的交际圈子 在北京地区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 逐渐成了气候 形成了20世纪 30年代 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 时人称之为 太太的客厅 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 建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 曾经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 特别是文学青年的 心持神网 比如萧钱 沈从文等等 当时的小自败人物 就曾经因为前来请教 而得到林慧英的欣赏和提携 林慧英在这个名流云集的 文化沙龙当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如当时 也住在西总部胡同 21号的美国学者 梁林夫妇的好友 费正清所言 他说 林慧英交际起来 洋溢着迷人的魅力 在这个家 或者他所在的任何场合 所有在场的人 总是全部围着他转 费正清还说 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梁氏夫妇 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当中 起着重要作用 有时候 费正清夫妇 也会一起到梁家去 看见林慧英和梁思成 在朗诵中国的古诗词 那种一扬顿挫 有板有眼的腔调 直听的客人入迷 而且呢 他们还能把中国的诗词 和英国的诗人 继词 丁尼生 或者美国的诗人 维切尔林赛的作品 做比较 而梁再宾对于太太客厅 也有着朦胧的记忆 他说 父亲和母亲 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他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每到周末 很多的伯伯和阿姨们 都会来我家聚会 这些伯伯们 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 曾经留学欧美 回国之后呢 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 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 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说起太太客厅的常客 不能不提两位特殊人物 一位是诗人才子 徐志摩 另一位则是被叫做 老金的金月林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之后 为了工作奔波在金户两地 于是呢 经常有机会参加梁家的聚会 梁思成家里头 也成了他在北京最为重要的落脚点 自然 他也成为太太客厅里 最活跃的参与者 有人担心 多情的徐志摩 会不会因此抛弃陆小曼 转而再次追求林慧英 有一次啊 梁家为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 伯雷博士 举办主题的欢迎茶龙 而伯雷呢 是徐志摩最爱慕的英国女作家 曼舒菲尔的姐夫 茶会结束之后 徐志摩要赶着坐飞机离开北京 他留给林慧英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 还要留着生命 看更伟大的事迹呢 哪能变死 我独自一人 守着空城 世人在远处 若寂若离的观望 而我 只能在这里 静静等候 那抹相如以沫的生死与共 诗情画意 随水流 怎奈相守 难与共 岁月流生机 民国民园 林慧英 1931年11月19号 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 在济南附近遇难 噩耗传来 林慧英 痛哭失声 昏倒在地 而梁思成 则和张希若 还有沈从文 等人 前往济南 料理后事 伯雷博士的主题 欢迎茶会 成了徐志摩 在太太客厅的 最后一次活动 不一样的是 金月灵一生 都在围着 太太客厅传 从未远离过 老金之所以 和梁家结缘 也正是因为 徐志摩生前的搭桥 贝贝梅曾经说过 徐志摩此时 对梁家最大的支持 和最持久的贡献 是引荐了金月灵 金月灵曾经在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 学习商科 后来呢 进入到 哥伦比亚大学 和伦敦大学 学习政治学 哲学 最终成为了 罗基学家 曾经创办了 清华大学哲学系 并且担任 首任的系主任 老金和梁林夫妇 一见如故 很快就融入了 太太客厅的体系当中 1932年 金月灵为了更加方便 参加沙龙 就把自己的家 也搬到了 北总部胡同 和梁家紧挨着 并且在自家 和梁家客厅 相邻的墙上 开了一扇小门 从此 三个人终身为友 金月灵则终身未娶 每逢林徽英 和梁思成吵了架 金月灵总会 第一时间赶来调停 金月灵曾经回忆说 我是单身汉 我那时候吃洋菜 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之外 还请了一个西市厨师 星期六碰头会 吃的是咖啡冰激凌 喝的是咖啡 都是我的厨师 按我的要求浓度做出来的 碰头的时候 我们总要问问张希若 和陶梦和 关于南京的情况 那也只是南京方面 人事方面的安排而已 对那个安排 我们的兴趣也不大 我虽然是搞哲学的 但从来不谈哲学 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 特别是山水画 太太客厅 不仅吸引了金月灵这样的红乳 还让很多当时鲜为人知的年轻人 得以在此和各路前辈 面对面的沟通 上世纪三十年代 是林婚英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这个时候 她非常关注文艺界的动态 对于刚刚开始在文坛 崭露头角 又上升潜力的年轻人 林婚英一般会主动发出邀请 请他们来家中做客 当时 萧潜是燕京大学一个低调的文艺青年 她曾经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 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叫《残》 林婚英对这篇小说很欣赏 当听说作者是个在校大学生的时候 就主动联系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 而且让沈从文搭线 邀请了萧潜到家里面喝茶 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能够有幸来到这样一个沙龙平台 自然会获得一些从未有过的感觉 在萧潜的《财女林婚英》当中写道 我怯怯地随着沈从文先生 跨进了总部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客厅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婚英 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是用感情写作的 这很难得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她说起话来 别人几乎插不上嘴 她的见谈绝不是那种 结了婚的妇女的闲言碎语 而是有学识 有见地 犀利敏捷的批评 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 就连梁思成和金月林 也只是坐在沙发上 巴搭着烟斗 连连点头称赞 有一次沈从文在熊西林家里头 偶然遇到了一个叫高清子的美丽女孩 双方相互交谈中呢 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一个月之后 他们又见面了 高清子不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 而且呢 还相当熟悉小说当中的细节 特意穿了小说里头写到的 绿地小黄花浅绸子夹衫 衣角袖口圆了一点紫 以衣着传情 令沈从文不得不动心 后来呢 沈从文把自己的婚外恋 告诉了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把沈从文丢在北平 焦急万分又束手无策的沈从文 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 找到善解人意的凶嫂 当起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而对梁思成和林慧英来说 义务给朋友当调解员 早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林慧英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当中写过 沈从文这个安静 善解人意 多情又坚毅的人 一位小说家 又是如此一个天才 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情感纠葛 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 对这种事情陷入绝望 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 让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不知所措 这让我想起了雪莱 也回想起了志摩和他世俗苦痛的拼搏 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 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 而我坐在那儿 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 骂他 劝他 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 人性的天性 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 理想 还有现实 再后来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感情之路 虽然磕磕碰碰 但是两个人再也没有产生过 抛弃对方的念头 我用一首诗 描绘岁月 你却怨我 把日子 过成了诗歌 凤尧本一首诗歌